好 新竹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为什么这一次打得这么激烈 根本是首都的规格在打 于是有人就说 有大秘宝 到底什么是新竹的大秘宝 我们来看看 昨天有一场非常精彩的 新竹市长的公开的 一个公办的证件会 里头有一位候选人 可能他知名度不是很高 他自己独立来参选的 叫做李继群 他讲了好多事情 大家听了 眼睛都亮起来了 我们来听听看 笑死人了 柯健 你说三个市长在写 我说你把三个都 我们嫌疾自助 民主自由在哪里 老的在打小的 一点伦理都没有 这个政党有什么用 棒球场12亿算什么 2000多亿 我已经在 黑市不可跟小英讲 新竹的黑洞 台北离新竹很近 我可以带他去看 是这些人拿了公坛勾结 写者诚意 记者也不愿意反悟我 怕得罪了 我资料都有啊 为什么我不敢出来写 那三个都 新竹还有很多吸血鬼 老天有眼马上报应 太恶劣了 他们以为拿公坛很好花 我再跟各位讲 苏贞昌刚刚公布的 每一位人民一万一千块 一年 你家有几口就有多少钱 哪里的钱有给到你吗 都是记者利益在夸奖 互相在齐软 没有人愿意戳破他 到底新竹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的公堂有好好被花吗 来看看这一名议员 他是民进党籍的议员 现在已经往生了 他在2018年的时候 讲过这么一段话 他说他当了25年的议员 很少看到这个情形 什么情形呢 来听听看 都是用限制标 然后都跟绑标一样 这位议员他已经往生了 他是民进党籍的 他过去讲过 我们新竹市民 我们新竹的民进党的执政 这位少年姻 他只会骗我们的选民 乱花钱 乱办活动 浪费我们百姓缴的税金 这一字一句 现在我们都看到证据了吗 有些事实出来了 包括这个小学 我觉得超级不可思议的 你经费增加六倍 盖了六年都没有完工 从原来的2.2亿膨胀 会增到13亿多 而且未来可能会追加到16亿以上 你是用钻石盖的吗 盖不完 我们可以看到林志坚说 这是为了城市美学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盖 只能容纳少少的学生 没有错 好多人都想要进去读 住在附近的也进不去 供不应求 可是他自己的小孩进去念了 这个学校叫做官普国小 太多太多案例了 包括怎么可能这个学校盖了这么久 然后没有场地 他连办体育馆的各种的校庆 都必须跟邻近的国中借校地来办校庆 也没有操场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 我真的很想去参观看看 蔡总统抢先我一步参观过了 2019年他跑去看了 他说小字好小字棒 这个官普国小盖的真用心 桃园的大秘宝到底在哪里 我们用公开资讯整理到这里 整理到这里让你来看一看 包括你看到在2017年的时候 林志坚他争取了275亿的经费 那是前瞻预算的经费 他要建设很多东西 包括棒球场 包括轻轨 还有大车站计划 于是我们看到这么多的建设 包括有一些建设 都是在追加都在膨胀 巴德宇球馆 全世界都看到了 贪成这样 他不是前瞻预算 可是预算在追加 而且工程品质您看到了 好还是坏 大家都知道 前瞻预算 前瞻经费盖出来的 包括新竹棒球场 一样品质您也看到了 一样膨胀到12亿 还有新竹市的总图 同样的膨胀到16.4亿 原本是8.5亿 而且还流标12次 新竹大车站 这个计划的经费是65亿 变成104亿 同样前瞻经费 新竹市火车站 站前广场及周边的道路景观改造 3500万 新竹国际展演中心 经费7亿多 都是亦来亦去的 而且不断的在膨胀 到底钱是怎么花的 现在看起来里头有疑点 来问一下亮哥 亮哥你怎么看 这个议员讲的 还有包括你可以看到 这个李济群后 学问人说的 到底他们是在乱说的吗 因为新竹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多月 都在打高宏安的助理费争议 对不对 助理费全部加起来60万 他当然有争议 法律问题他自己要去面对 可是你是在选市长 对市政总要有一些揭露 其实我们就看到电视台 一天到晚都在打助理费 对于新竹市的一些谜团 比如说你刚刚讲的 前瞻预算这么多 撒在新竹市 那不断的在增资 他的预算不断的在膨胀 同样的个案 比如你讲新竹大车站 65亿变成104亿 新竹棒球场 从3.5亿变成12亿 新竹市的总图书馆 从8.5亿变成16.4亿 还流标12次 这种案子一大堆 那为什么都 我坦白说我在这里 也要谴责国民党的议员 你到底在干嘛 这个我坦白说 桃园我从头到尾都只听到 詹江春议员不断的在爆料 桃园国民党有多少议员 所以我说在这里 让我不禁联想到 桃竹苗 辅惠真是一家亲 知道苗栗你也很少看到 议员在爆料 这个就是因为 为什么大家会开始注意这个问题 因为你把所有的时间都集中来爆料 高宏安的助理费 然后对比 你没有用一定的比例去爆料市政府 或者监督市政 这样太离奇了 哪有人这样选举的 而且新竹市人口只有45万 你那么大的兵力都在打新竹市 不去管六都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所以坦白讲我从这里我得到一个推论 什么推论 不第一个就是地方的部分 当然林志坚跟柯介明要去掩护 避免政党轮替 怕这个整个市府的执政状况被掀开 可是我觉得还更重要 因为如果说绿媒有这么大的篇幅在打新竹 那一定是政治考虑 政治考虑就是要提前歼灭 柯文哲跟民众党 殲灭高宏安跟民众党 其实民众党 高宏安是因为民众党 是因为联动到柯P 为什么 因为民众党是 唯一可以在20到30岁 跟民进党抢年轻票的政党 所以柯文哲如果2014年出来选 比如说他如果20岁到30岁 拿到了一定的比例的票 拉到民进党 我们随便讲比如说25% 这是有可能的 因为民进党没有把国民党的年轻票 看在眼里 可是他认为柯文哲 就会抢到年轻票 如果明年的总统大选是很接近的 这里就有变数 所以就要提前把你歼灭 所以表面是在灭高宏安 跟骨子里是在灭柯文哲 我讲的是中央的战略考虑 可是地方也有地方的利益考虑 那是另外一个部分 我们不讲动机 因为事实上就发生了 我们只是在说就一个媒体的持平角度 你一定比例一定要监督市政 结果你没有看到 比如说国民党执政14个县市 你民进党怎么没有发一样的 力气去揭蔽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比如说新北 台中 云林 一大堆都是国民党执政 你怎么没有花这种力气去接 市政弊案 难道国民党都做得好棒棒吗 所以觉得很奇怪的一个地方选举 而且只有45万 你摆明的就是不要让柯文哲 有一个执政的基地 要把它端掉 然后让明年2024的总统大选 民众党不构成困扰 我觉得这个才是一种战略的考虑 就是背后更大的一个战略的考虑 跟布局 突然不可能集中兵力到这种程度 像这样的大秘宝 如果没有政党轮替 我看应该很难会被发起 先不开 像陶竹苗都这样 都不可能 我讲白了 先不开 我们人民也永远看不到真相了 来 韦翰 其实官埔国小这个 我们不是新竹人 我们感受可能没有那么深 他离竹科很近 简单讲叫海景第一排 所以竹科这几年很多工程师 而且工程师的家庭 他们愿意生育 我们台湾生育率 世界已经是倒数最后三名了 他们竹科工程师的家庭 普遍都还有两胎 甚至还有三胎 小朋友生出来他要上学 上学官埔国小六年了 不好意思 我就用两个词来讲 一个叫 金玉其外败蓄其中 一个叫做中看不中用 学校你去开那个有空拍机 上去开那个官埔国小的那个校舍 很漂亮 看起来不像小学 就这个 来 老婆马上去这个画面 像是一个美术馆 所以很好看 小朋友要不要操场 没有操场 小朋友要不要跑步 没有运动场 没有 所以对面另外那边有国中有 六年 过去六年谁当新竹市的市长 就零之间 对不对 所以钱花十几亿 这个以台北来讲 台北市通常一个小学 如果这样改建的话 大概五亿 我们不能讲说 那你13.8亿 是比较贵 那你贵好 那有人讲说一分钱一分货 我贵 所以我的品质好 我的跑到小朋友摔倒也不会受伤 而且别人坐两年 我能坐一年 那贵的有价值 你六年 六年前念那个小学的小朋友 现在要毕业了 我对我的校舍 我没有印象 有操场在里面跑步 都在那个停车场跑步 他们在停车场运动 太夸张 那所以这样是对的吗 那你又花那么多钱 这小朋友在停车场里面运动 那你过了六年 因为我不是工程专业 你下次问一下 能够我们台湾的小学 做一个操场运动场出来 大家要多久 那六年做不出来 这是合理的吗 好 这是一个 就是官府国小 先前讲新竹棒球场也是 以前都觉得林志坚很好 我现在没有要去 因为林志坚现在也不是市长 今年没有再选 他就是头发梳油头 而且帅帅的 而且就说都五星级 大家看到他都会叫 小圈真的都会叫到林志坚 对不对 那你怎么新竹球场做好 然后大家也觉得很棒 总统还去开球 结果后来就有球员受伤了 才发现那么多问题 也是一样 金玉其外败续其中 然后钱都特别贵 而且钱都要好几次 原本三四亿的变十亿 变十二亿 你棒球场是 你小学是 你图书馆是 你的火车站也是 怎么好像都是 所以刚刚亮哥讲的重点就是 如果这个过程看起来不寻常 第一个要先问的就是那新竹市市议员 在干什么 各党派市议员 你们是就是 大家都知道 你那样忘记大家好吗 都没有强力监督吗 怎么会放任这样的事情 发生在那么多的建设案子